哈囉,我是維銘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大雅的中科公園 那在我後面就是中科公園最著名的超長石溜滑梯 它本來有三個溜滑梯 不過現在好像只有開放兩個 另外一個圍起來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可能在整修吧 那從後面的樓梯上去 小朋友就可以從上面溜下來 而其實它非常的高 我覺得還蠻刺激的 但是如果是大人要跟小孩子玩這個遊樂設施的話 千萬注意要注意小孩子的四肢 是否有被你壓到 或是不要去弄到它 要不然像這種速度很容易造成小孩子的傷害 這個部分如果有家長要來玩的話 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就帶大家看看中科公園 到底大家來這邊都在幹嘛 看一下 在我後面這邊有很多人在野餐 那可能它就在帶著很簡便的一些毯子 或是地墊之類的 就可以去做野餐的動作 那小孩子也可以在旁邊的沙坑玩 待會我們再帶大家去沙坑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再來就是旁邊就會有一個腳踏車道 那其實腳踏車道也蠻多人在騎的 這個腳踏車道好像有通往某一個車道 但我們再去看一下地圖 小孩子來這邊可以玩什麼 這邊就是小孩子的租車公司 你看一下這邊有租車公司 那好像一次收費是 一百塊二十分鐘 然後一個小朋友玩 在我後面這邊有廁所 在這邊其實公園有廁所 對大家來說非常非常的方便 其實中科公園它有非常好的一個條件 就是它有停車場 所以在停車的部分非常的容易 而且距離非常的近 停車場就在公園的旁邊 那再來這邊有很多小朋友 那你看那邊還有人帶釣魚來這邊 享受的 我覺得還不錯 上次來一次中科公園我覺得 真的很棒 台中是一個非常擁擠的一個城市裡面 它有這種大自然的感覺 公園 算是非常的棒 我們現在走在腳踏車道上面 如果你要在腳踏車到上面散步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前面也有小朋友在玩那個 超跑 就是遙控汽車啦 那這邊也有很多腳踏車來往 所以如果小朋友在玩遙控汽車的話 你也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現在在我們後面的就是 小孩子在玩的沙根地區 基本上我蠻喜歡有沙根的公園 因為我家小孩子超愛玩沙的 所以我都會特地挑著這種沙根的公園來玩 那我剛看一下其實還蠻乾淨的 這邊 除了一些落葉以外 那是不可避免的 那 它旁邊也都有設置一些洗手台啊 或是洗腳的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方便你清洗一些 呃 小孩子的 手腳啊 那玩具就不要在這邊洗了啦 不然會 遲早長亂這樣 那我們現在要去玩溜滑梯囉 這個溜滑梯其實非常非常的好玩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 它要走非常遠的路 那我們現在就 帶大家走一次看看 呃 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其實蠻多小朋友的 呃 有些大朋友 會比較快一點 像這樣子 所以 家長還是跟著 會比較安全一點 像我們家的小孩子比較小 所以 他如果不會排隊的話 你就是要家長陪著他排隊 不能讓他有插隊行為 就大家如果都不要插隊 其實大家都玩得到還蠻快的 因為有兩個 那我們排了大概兩分鐘就可以玩到了 好 下去 在這邊有一個叫做 坦亞神綠原道 旋區範圍 導覽圖 原來 這個腳踏車道 它可以往 像我們 坦子火車站 然後一直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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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可以一直這樣騎到 騎到我們所在的位置 藍色這裡就是所謂腳踏車道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是在 中科站 現在在中科站 那 終點站是在 都會公園 那總長在這邊顯示是14公里 那如果你是在 豐原或坦子 有活動的人 大概都會看到 我們天朝上 有一個腳踏車專門在騎的車道 那應該就是 坦亞的神綠原道 這邊靠近清泉岡 我們剛剛也看到 滿多戰鬥機啊 還有那個 類似兵航機 在起飛 或降落的一些畫面 像我們剛剛走在外面 是有花 黃線的嘛 那像我們走在裡面 可能就是 比較偏 人在走的一些 步道 不過其實有 滿多人都會 一樣 照騎啦 所以 自己在走路的時候 或是小朋友在遊玩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一點 那我覺得 自己帶腳踏車來這邊 也還蠻不錯的 或是 我看到有人騎遊拜 我覺得也蠻划算的 可是也散步 人行到 像這種紅色的地磚裡面 還不錯 而且 如果你的小朋友 會騎滑步車的話 來這邊 我個人覺得是 還蠻OK的 因為這邊也都有 休息區之類的 可以讓大家休息 你也可以看到 滿多家長 在這邊 遛小孩的 所以 如果你在台中 你是台中的家長的話 或是你從外縣市來台中 想要來留小孩的話 我覺得 台中的中科公園 還蠻適合的 你看這裡有個小朋友在騎滑步車 很可愛 那這裡就是 比較後段的 一個腳踏車道 還是有人在行走 不過 腳踏車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 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大概 可能今天 就走到這裡而已 因為 前面離戰車公園 好像還有兩公里 然後 離什麼 下一站的 仁愛公園 還有六公里 今天是走路可能 會比較累一點 那我們今天 大概 介紹 中科公園 就到這裡囉 如果 你有推薦公園 在台中的話 你也可以 推薦給我們 或是在 中南部 或是中張頭 也都給我們 推薦給我們 我們 非常樂意的去探險 每一座 好的公園 那今天 禮拜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